赌王和红山的名字我们在熟悉,不过他不仅是一个省家几百亿的富豪,而且也是一个愿为国家宣导物,有的为企业家。 这些年来,赌王除了百亿资产为受关注以外,他的几房太太和17个孩子也是媒体关注的重点,因为和红山年轻时长相善气,而他所娶的四个衣,他也是一个比一个漂亮,所以赌王的儿女们各个长相出众。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,就是有着赌王最漂亮孙女之称的何思恒,相信大家对于这样一位美女也非常熟悉,纵然她不常出现在娱乐圈中,但是也借助着赌王孙女这个身份,成为观众眼中的老熟员。 除了出身富贵以外,何思恒的高颜值和完美身材,更是引人注意的关键点。 据了解,这个女孩从小都在国外长大,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她,在感情问题上也较为开放。 她的感情经历非常丰富,而且她的择偶标准大多一致,也为偏爱败过男友,特别是黑人男孩。 媒体拍摄,到她几段恋情都是和黑人男孩在一起,当然,这样一个备受商界和娱乐界关注的女孩,也绝不是行为骄纵的纹固自帝。 她从小学习成绩良好,而且在商业方面也展现出和家的天助才能。 现如今,她自己经营一家公司,事业前途发展不错。 既然,她本人非常优秀,可是当媒体曝光了她一系列感情经历后,也让一些观众对这个女孩有了偏见。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,感情应该是简单纯粹的。 可是,和四恒交往了多任男友,感情经历较为丰富,也让人怀疑,她是一个不专心的人。 也许正因为如此,她本人不愿意面对媒体的批评声,这些年来始终生活在国外。 但若从客观事实来看,任何感情的选择都是一个人的正常权利行驶,我们更没有权利用别人的感情经历来衡量她的人品。 那么,你对她的看法如何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